Hi 大家好 我是嘉飞 Hello 我是希格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MIT Media Lab 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 我们将会了解到在这所世界的顶级学府 人们是怎样创新的 MIT可谓是举世闻名的著名学府 经常是在排名世界第一的位置上的一个顶尖名校 截止到2021年12月 这里已经出现了100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26位图领奖的获得者 还有41名宇航员 他一直吸引着全世界和全美国的年轻学生们 尤其是那些对理工科技感兴趣 抱有远大志向的年轻人 都希望能够有幸进入到MIT进行深造 而在最能代表MIT创新意识的媒体实验室 就是MIT进行学科融合 共同实验新工具新材料和新方法的地方 毫不夸张的说 在他成立的38年中 他一直引领着世界的科技发展 比如说触摸屏技术 GPS技术 可穿戴技术 他们都是在这间实验室里诞生的 这里绝对是创新的摇篮 在这里诞生了电墨水技术 后来变成了Kindle的电子书 还有乐高的头脑风暴系列 Lego Mindstorms Scratch 儿童编程工具 还有风靡全球的吉他英雄游戏 吉他黑人 以及光遗传学和机械甲制等等 MIT媒体实验室的项目太丰富了 讲三天都讲不完 我们可以看看它的官网 上面依照小组项目主题等方式 把所有的成果都清楚详实地发布出来 这里面每一个项目看上去都很科幻啊 难怪他们的教职员工在接受Netflix采访的时候 会那么自豪地说 这里是我们思考至少50年或者是100年之后的事情的地方 如果你在这里做的事情适用于今天的世界 那你就太落后了 是的 这就是人类离未来最近的一栋建筑 不过咱们先来说说这间实验室的过去 说到MIT媒体实验室 你知道它的创始人是谁吗 当然了 他就是传奇人物 Nicholas Negropont 他经常喜欢和别人说他去过未来 还去过好几十次 因为他不仅是一位计算机科学家 同时也是一位未来学家 他曾经说过预测未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创造未来 他在MIT媒体实验室还说出这样一句名言啊 可以衡量的都没那么有意思 你看理工科呢本来是讲求精确 凡是喜欢量化 但是在一个顶尖的科技创新中心 这种先知般存在的科学家 反而是在去讨论 不要去衡量 而要去追寻趣味 当时媒体实验室成立时 除了Nicholas Negropont 还有另外一位很重要的创始人 他就是MIT的前校长 Jeram Wissner 他是一个非常喜欢艺术的人 当时的MIT已经是很多重要的科技的发源地 但Wissner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他到处和人说 我们就缺少一个实验室 可以真正的将艺术科学和工程深度的结合起来 那在1985年的时候 Nicholas Negropont就来找到Wissner 说我来给你建一个 有MIT的前校长作为创始人之一 媒体实验室就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和权力 他们可以去更大胆地尝试创新 甚至可以打破一些既定的规则 MIT媒体实验室所打破的第一条规则 就是它的资金模式 当时在MIT或者在其他大学 主要资金也就是80%的资金来源于政府 只有20%来源于私人 但是MIT媒体实验室却完全颠覆了这个模式 它的80%的资金都是来自于企业 而只有20%来自于政府 这个背后的原因可以追溯到Wissner的经历 他曾经当过肯尼迪总统的科学顾问 还被派往日本去帮助重建技术和研究基础设施 所以说他在日本工作期间也赢得了很多日本商人的尊重 在他刚开始着手创建MIT媒体实验室的时候 那些日本商人已经成为了成功的企业家 他们非常愿意支持他 实际上MIT媒体实验室的启动资金 大部分也都是来自于日本电子公司的CEO 除了资金来源很特殊 MIT媒体实验室对于资金的使用方式也真的很独特 他们所打破的第二条规则是他们的企业会员模式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由赞助者组成的俱乐部 在以前这些企业会员可以根据他们的研究兴趣 来加入不同的联盟 然后支持具体的研究项目 但是后来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是的 现在他们就只有一个大联盟 这意味着所有的会员的资金 都被汇集到了一个大的实验室基金当中 这样就可以更广泛地支持各种创新的研究项目了 MIT媒体实验室的年度总运营预算 大概是7500万美元 这些资金会被分配到各种各样的研究小组 大概有20多个从合成神经生物学到探索音乐的未来 他们甚至设计了一种象形文字一般的密码来表示他们的小组 大家看懂这个符号了 它是由首字母组成的 左边这个是Media Lab 右边这个是AC Affective Computing 情感计算 第二个是B Biomectronics 增强体能 第三个是CC Camera Culture 相机文化 这是一个涉及了计算机视觉 AI 人机交互等学科的小组 很有意思吧 太有意思了 这里面的每个小组都是由学生和教师组成 往往覆盖了从本科到博士的不同阶段 但最关键的是 这些小组几乎可以完全决定如何使用他们的资金 他们可以自由地决定在哪里使用 怎样使用 无论是什么项目 当你可以自由地使用资金时 你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都将得到极大的释放 在这个环境之下 他们也可以大胆地去探索 也会接受失败的可能性 从失败当中去继续学习和进步 这种自由度确实为他们提供了无尽的创新空间 接下来要说到他们打破的第三条规则 可能也是最具有革命性的一条 那就是关于这些研究的知识产权 我们都知道知识应该尽可能的共享 这有助于我们去建立一个开源的社会 但是在转化成面向市场的产品或者是服务的时候 相当一部分知识是没有办法自由流通的 会有专利来保护私有的知识产权 而MIT就开创了一种新的知识产权的共享方案 也就是任何在实验室当中所产生的知识产权 都是在所有的成员和会员之间共享的 他们每年还会组织两次特别的会员访问活动 邀请所有的企业赞助会员来审视 看看他们正在进行的各种研究项目 然后在这个年度会议上 你会看到很有意思的一幕 很多在市场上彼此竞争的企业 都是这个会员社区的一员 比如说像LG 三星 东芝和谷歌这些大公司 虽然说他们在市场上是竞争对手 但是他们都选择了成为MIT媒体实验室的会员 并且为研究提供资金 而且平等地共享所有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 是的 这真的很神奇 因为它简直是让人看到了人类和平的希望 它证明了在真正的创新和研究面前 竞争对手也可以联手共同来探索未知的领域 在追求真正的创新和发展面前 有时候共同合作比单打独斗能产生更大的效果 建立一个更好的博弈机制 就能避免在创新和赢得市场之间失去平衡 知识产权共享对于MIT媒体实验室而言 也是意义重大 它让实验室可以去大胆探索学科之间的空白 去做那些其他实验室不敢做或者是不想做的事情 所以媒体实验室研究了很多在当时看似无用 但后来被证明突破了时代的研究 一旦某个领域变得主流 它们就会选择转移到其他的前沿领域 这种策略保证了它们始终处于科技和创新的最前沿 我想这种创新环境和这种超前的意识 比任何一项具体的创新成果都更为重要 看到最新的研究成果像瀑布一样呈现 在不同的小组主题之间连结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这种创新也是一次复杂系统的涌现 它们称之为建构主义 强调通过动手实际操作和创造来学习 就像我们小时候通过玩耍和实践来探索世界和吸收知识一样 而且它们还特别强调学以之用和通过创造新事物来学习 这种方法和今天的教育方式其实是很不同的 今天在大学当中主流的教育方式还是在上课考试和论文三者之间 MIT媒体实验室相信通过动手创造实践 我们可以更深入的理解和掌握知识 也更容易激发出我们的创意和创新思维 所以说下次我们要学习新的东西 不如直接动手试试看 比如说做视频 没错 像MIT媒体实验室那样 动手实践创造新事物才能够真正学到东西 你还记得我们上次讨论Bowhouse的教学结构吗 当然了 Bowhouse也是实行艺术理论和设计实践统一的双轨制教学 是一百多年前的创新和变革实践 对的 现在想一想在MIT媒体实验室38年的历史当中 其实和Bowhouse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 虽然他们鼓励天马行空的创意 但是同时也很重视把这些创意转化为实践 实实在在的制作出产品 一个好的想法 如果不能转化为实际的产品或者解决方案 那它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 就发挥不了真正的价值 而MIT媒体实验室正式做到了这一点 他们不仅鼓励大胆的想法 还强调这些想法必须被实际制作出来 而不是等着大公司来选择使用 之前希格还分享过一本书 那就是伊藤嚷伊 也就是MIT媒体实验室的前主任 和他写的《变革实践》 我之前也读过希格翻译的中文版 真的是一本很有深度的书 那本书当中你可以读到 Joyito在担任MIT媒体实验室的主任期间 在实践中逐渐成型的一些想法 Joyito也提出了十个创新原则 很有启发性 我们不妨来逐一介绍一下这些原则吧 一 权威下的崛起 这意味着复杂的资下而上的系统 胜过资上而下的权威 二 拉优于推 资源和创新应该从边缘拉动 而不是从中心推动 三 指南针优于地图 这强调了详细的计划或者地图 变得不如愿景 价值和文化重要 第四条是冒险优于安全 在创新成本逐渐降低的今天 我们更应该去做一些冒险的事情 而不是单纯的追求安全 第五条 不服从 优于服从 敏捷有效的创新者会质疑权威并独立思考 六 是实践优于理论 少纠结于理论 多做 多通过实践来学习 七 多样性优于专长 这意味着非传统的团队方法 将比任何一个个体的能力更具有生产力 第八条是韧性优于力量 真正的韧性来源于失败 特别是在复杂适应性强的系统当中 九 系统优于对象 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 要想成功 你必须了解整个生态系统 第十条是学习优于教育 这强调了固定的教育系统 必须被终身学习所取代 这些原则真的很深刻 每一条都在提醒我们 在互联网时代 创新需要一种全新的方法和思维模式 我曾经在2011年的冬天去过MIT 当时看到了一个很生活大爆炸式的场面 就是他们贴在墙上的一张海报 用许多的常用公式制作了这样一个谜语 谜底就是他们聚会的地方 我也看到了他们实验室 就是之前在微博上发的一些照片 我发现他们特别在乎实现这件事 当有人有一个新点子或者灵感 他们会立刻把它变成一张海报 一张照片一个视频或者是一个圆形 就是要尽快的把想法变成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 哪怕只是一个简单的图片或者模型 但一定要呈现出来 而且我们刚才也提到过 他们完全不害怕失败 失败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学习和获得信息的机会 我还记得我们也看过一部关于MIT媒体实验室的纪录片 他们试图用3D打印玻璃这种材料 光是看着他们失败的场景就非常有挫败感了 但是最后他们还是成功了 成功的使用3D打印做出了一个巨大的玻璃柱 并且把它放到了米兰拿去栅栏 通常我们总是想要避免失败 但他们却从失败中学习和进步 鼓励自由探索和创新 没错 而且在这个实验室里的每个研究员 都有每年两次向大家展示自己工作的机会 这不仅仅是为了分享成果 而且也是一个相互从彼此的进步和失败当中学习的机会 同时他们也打破了学术圈子 和会员公司之间不断互动 确保了他们的研究有预见性 也离市场的反馈并不遥远 这样的工作方式确实为MIT媒体实验室 带来了很多的成功和突破 另外一个重要的突破就是关于知识的边界 MIT媒体实验室提出了反学科方法 所谓的反学科并不是真的反对学科 而是指的反对使用某一学科来界定和僵硬的划分知识 它鼓励大家在各个学科之间的空白领域进行研究 在学科的交界处寻找新的突破点 所以MIT媒体实验室不仅汇聚了顶尖的科学家 工程师还有设计师艺术家来自各行各业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MIT媒体实验室能够创造变革性的技术 体验和系统 使人们能够重新想象和重新设计他们的生活 所以当你回头观察这个创造过程的时候 会变得特别不可思议 来快问快答一下 你知道触摸屏技术是什么时候研究出来的吗 触摸屏应该是21世纪吧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研究了 真的吗那么早 但那个时候技术肯定是很不成熟吧 是的 那个时候在MIT的学者们已经开始在探索 如何在玻璃上感知到触控了 而且还思考到如何分辨单点还是多点 在那个时候的显示器还只有两种颜色 还很笨重的时候 很多人就嘲笑这种技术 觉得没有用处 但谁又能想到这项技术后来成就了乔布斯的iPhone时刻 被苹果普及到了全世界 这种交互创新也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如果没有触摸屏 我们的手机 屏板甚至很多其他设备都将完全不同 有时候真的不能小看 那些一开始看起来也许是没有用的创新 也许他们只是太早太超闲了 是就是这样 真正的创新往往在最初被嘲笑 后来被追赶 最后再变成平常生活的一部分 直到被新的创新所再次取代 科技术的生长从来都是充满了奇特的涌现 再问一个问题 回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科技 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个人计算机或者是CD 或者是早期互联网 这些大家也都知道 MIT媒体实验室在那个时候的研究方向 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除了你上面提到的之外 他们还专注于交互界面和显示器的研究 他们的前卫之处就在于早在八十年代 就开始研究可穿戴设备了 八十年代 也就是说手机还没有普及 他们就已经开始研究像智能手表这样的东西 没错 当时MIT媒体实验室的很多人 后来都成为了谷歌眼镜 三星手表这样的可穿戴设备的技术团队负责任了 感觉他们简直是先知一样 现在有点理解 为什么Nagropont说他去过好几十次未来了 他们所关注的研究重点 也一直是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 对 随着互联网的拓展 他们从刚刚提到的可穿戴设备 开始逐渐把关注的焦点 转移到了电子邮件和网络上 那随后就成为了90年代和2000年的技术热点吧 没错 然后他们又开始转向了 他们把视角又转向为深入研究大数据 和一个很酷的领域 叫做社会物理学 这个听起来很高级 是社会学和物理学的交叉学科吗 你可以这么理解 他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如何来影响整体的社会现象 这涉及到了很多关于博弈 社群 复杂性理论的深度思考 而MIT媒体实验室也一直在用 这种好奇的眼光去观望 人类从来都没有达到过的知识疆域 去获取新知 在探索学科的边界时 他们每次突破都意味着 他们的反学科主义又有了新的成果 他们不仅创造技术 还质疑思考 并且为人类描绘出一个 不断进化的科技未来 比如说他们最近正在研究的一个项目 Extended Intelligence 拓展智能 EI 区别于AI 人工智能 它的核心思想是把人和机器 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将智能的本质 看作是一个分布式的网络 目前主流的研究 都专注于如何让AI变得更加聪明 但是MIT媒体实验室却认为 更应该专注于 让人和机器两者结合起来 共同形成一个可拓展和延伸的智能 是 他们还有合成神经生物学 生物基电小组 现在正在研究的是 怎么把电子设备连接到神经元 就是传说中的人机接口 马斯克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这也太炫酷了 他们甚至还有一个未来歌剧小组 用机器学习的方式来探索大脑是如何理解音乐的 然后用这些知识来增强个体的表达能力 这听起来像是一种艺术和科学的融合 对 还有个个人机器人小组 这有点像个人电脑 个人机器人小组和人类动力学小组 他们研究方向是开发人和机器之间的交互 以及探索网络化的智能 他们要搞明白神经网络是如何思考的 智能网络怎么样才能做到比人类的个体更聪明 而且我也听说过他们的情感计算团队 他们正在研发帮助预测心理和身体健康变化的可穿戴设备 这真的是一次对未来的深入探索 可能我们需要重新定义许多的概念 比如说智能 心灵 甚至是人类 生命 所有的概念和人类既有的知识一道 都会在人机协同的智慧中和不断实践中 继续衍生出创新的变化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会在未来继续分享最新的科技思想 我们的游牧旅居生活 有趣的人和事 欢迎大家关注 点赞 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们就可以及时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